新的支持,新的支持,節目又高中! 我們投資一期辯大了,我是游泯浩 這一集播出的時候應該已經是聖誕假期了 所以觀眾朋友祝大家聖誕節愉快 那包括十二月份整個台股的一個多頭趨勢 許多熟悉朋友應該都是滿開心的 今天我們一樣請到蕭老師來到我們的節目 蕭老師已經是我們的一個常態嘉賓 我們知道蕭老師已經教到我們非常多一個技術系列的一個教學 今天我們特別來談一下基本面的部分 蕭老師並不是只有在技術面很專長 蕭老師是全盛大師 什麼都會對不對 來 跟各位做個報告 其實呢 因為首先祝大家聖誕假期愉快 那在這個聖誕假期裡面呢 我們接下來緊接著要迎接2020 肯定要迎新的一年 所以我們在今天幫各位準備了一代以及一大代的權王 今天討論權王 對對對 一大代的權王就是說 未來我相信每個朋友 不要說第一個100萬啦 第一個一桶金啦 應該在2020年我們幫各位準備了六桶金 那這一大代裡面呢 你就照著這個模式 我相信在未來 每一位朋友都會有非常好的一些收益 那我們其實從整個基本面來做一些角度 我們要去思考一下 到底我們是如何一代一代 如何做好一個永續長期的一個投資 這點很重要啊 對啦 先跟各位做個分享 比方說近期啦 從台積電後來一直到市場 比較熱門的會去提到所謂的一代權王聯發科 那為什麼他叫一代權王最主要就在於聯發科的董事長 蔡明介 蔡明介先生 他過去呢 就是拳擊社打拳擊的喔 了不起喔 從大廳局到所謂的IC設計喔 在這個過程裡面他想到一個論點 就是說因為他過去打拳擊 我們知道過去歷代每一代的權王都是一代的 比方說權王泰森對不對 權王阿力 可是有一代 一代之後呢就漸漸沒落了 他的意思說任何企業必須追求叫永續經營 在永續經營的過程裡面 應該不應該叫一代一代這一個世代的權王 而是永遠維持做一個權王 那該怎麼做 那我回過頭來 我們在金融市場 跟所有特別是一些小朋友大家一起分享 如何讓自己在未來的每個階段 每一個年度喔 你都是市場最飄悍的權王 那要能夠維持 所以我們今天跟各位來談一談喔 呃 什麼叫本益比 那本益比 我認為呢 本益比就叫做比方說 各位請看喔 這是一杯啤酒 假設啦 我今天是個我在販賣啤酒 那各位浩浩也好 各位你來我這裡買啤酒對不對 我啤酒的供訂價格叫100塊 那浩浩跟我買 我這一杯賣他160 那你跟我買 我坑人喔 毛利率60% 我賣你120 我看到一個辣妹我賣他60塊 對不對 那浩浩一定問我說 你現在是怎麼一回事啊 他買60 那那個帥哥買80 為什麼我浩浩要買到160 價格為什麼這麼多遍呢 對 我一定說 你不能這麼講喔 你要看著你的杯子 我說因為你比較大杯啊 你說我一樣就一杯滿滿的 為什麼比較大杯呢 我說你的泡泡比人家多 對啊 我說泡泡也要價格 泡泡也要算價格喔 所以呢 我們在金融市場裡面 就是說泡泡它本身也有價格 就是說我去看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基本價格 叫實際價格 如果商品的價格遠低於這個實際價格 那個叫低估 那形容說 這家公司目前出現了什麼 投資價值 可是當它來到這個泡泡的價格 不代表不能買 來到泡泡價格就是說 你原本是站在證券投資的 你應該轉為什麼 技術分析的操作 比方說我看任何一家公司 不管從台積電那聯發科 股價縱使今天漲到500塊 能到就不能買嗎 可以 我的看法是可以的 可是那個就不叫證券投資 那個叫什麼 那叫交換價格的操作 那我們在過去幾集有提到 你可以利用像MACD或平均線 它只要兩個都是正向 縱使商品價格已經來到了泡泡的價格了 可不可以站在買方 我的看法還是可以的 講到我就有點想喝一杯 但是我們回到最歸原本的一個 基本面的一個角度去檢視 這杯啤酒實質上 這是它的一個實質價格 本益比其實就是一個 最直接的一個方式 對 我們從一個最簡單的觀念跟各位分享 本益比叫PE ratio 對不對 大家都很清楚 那到底什麼叫本益比 其實本益比它的觀念就只有一個 就是說 我今天是個投資人 那我當然有很多商品 那我才選 對不對 那麼我去看 針對我所要鎖定的標的 標的喔 標的物 就比方說A公司 B公司 C公司 A公司我去看 看什麼呢 它每賺一塊錢 我們講EPS 叫每股一雲 就是說 這家公司 它今年有能力賺一塊錢 那請問 針對該公司賺一塊錢 它的股價我認為 是它的幾倍 多少是合理的 它多少是合理的 低於這個數字以下 叫做低估 我就做買進 高於這個數字 高於這個數字以上 我們認為呢 它已經滿足了 就不能用投資的角度 就要轉為 叫技術分析 就是每股的一個市 每股的一個市價 去除以它的一個EPS 就是它的一個本益比 對 就是股價 比方說我們股價 放在前緣 對不對 那接下來是每股盈餘 那就得出它的一個本益比 倍數 那最簡易的就是說 股價20塊 每股盈餘是2塊 那本益比就叫14倍 有些人會把它理解成是 10年它就可以完全的翻倍了嗎 這個道理不能說不對 可是我會認為呢 應該要站在另外一個角度 為什麼 如果說每一家公司 假設 金融市場叫我們講效率市場 它是效率化的 它是一個強勢效率市場 那你說我用本益比 假設10倍本益比就是10年 我覺得是OK的 那是OK的 可是不可能 金融市場絕對不可能 一定會變 它一定是弱勢效率市場 不然沒有人要買賣股票了 在弱勢效率市場裡面 針對本益比 應該是要用從歷史的角度 它的一個波動去觀察 那麼 行求它的最低跟最高的低股點 舉例 我們舉個案例 比方說A公司叫超標公司 超標公司今天它的股價60塊 各位要忍住 你要忍住 它總共發行1000萬股對不對 對 可是呢 我們發現到目前它的本益比 是落在15倍 是 請問 今年它的年度盈餘應該是多少 1 1 2 3 看到這裡大家要轉台 對不對 不是 大家要轉台了 我直接告訴你 我們就回答3就好 想不知道 想不知道 我們不討論算數的計算好不好 我們用比較實際上的方式 跟各位做分享 來舉例 我們回到剛剛的一杯啤酒 我們不要講泡沫 我們講交換價格 商品價一種叫證券投資 一種叫證券操作 那特別是從今年開始 今年開始呢 證券交易所會有新的規範 今年以前我們講零股買賣 比方說我今天想去買台積電 是 可是一張台積電 30萬 對 我也沒有30萬 我身上最多8000塊對不對 所以跟各位報告 今年開始我們交易法會有重大規定 會改成包括盤中 我們一般是盤後才能做零股買賣 是 2020年 明年開始 會盤中就會開放做零股買賣 就是說針對小資族 那我覺得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裡趕快 要針對證券投資 跟各位做個簡報 就是說你在未來 縱使你的資金很小 你要做證券投資了 那剛剛好利用這一集 你要分清楚什麼叫證券投資 什麼叫證券操作 簡單來講就是一杯啤酒 這杯啤酒公定價格100塊 只要100塊以上 不是不能買 就是交換價格了 交換價格了 交換價格你就用技術分析 好不好 所以我們在前幾個單元裡面提到 如果它已經進入交換價格 那怎麼辦 我們提過你就用最簡易的 MACD搭配平均線 MACD向上 商品價格也在均線之上 那就是買方 縱使它已經來到泡泡的價格 是OK的 你不要怕 因為泡泡價格往往它的漲幅是最大的 最明顯的 所以呢 你在這段期間裡面既然有這個利潤 我覺得你可以去把握 那如果是在低估的 那你去把握這個機會 就做投資 那投資呢 你就其實也可以做定期定額 不是不行 你就 反正明年開始會有 長期投資 連股買賣 那大家確定它是屬於低估的 並且成長 那稍待我會針對 怎麼去看低估 如何去觀察它是成長 結果是我們就要討論到 剛才提到的聯發科 那現在的聯發科 是不是一個交換價格 我舉一個案例 這是在今年的年初 好不好 當時的聯發科的股價 在218塊 就今年的 現在450了 對 現在已經450 460 可是我們要先去看 各位請看 當時我們預估 它今年的本益比 約略是在16.3倍 是 可是我們時間回到一年 回到今年的年初 16.3倍其實不 到底是高本益比 還是低本益比 其實很難看 不對不對 我的立場認為 當初叫低 為什麼叫低 你說應該八倍 九倍 十倍叫低 不見得 本益比跟乖離率一樣 自己要跟自己比 對 你要自己跟自己比 你不 好像說 你今天可以拿台積電比聯電嗎 不行啊 你說一樣是金元代工 那能力不同啊 現在本益比已經來到29倍了 所以台積電應該要跟台積電比 聯電要跟自己聯電比 是 那聯發科要跟聯發科自己比 好 舉例 股價盈餘叫本益比 對不對 對 我們製圖的時候在442 現在已經一度來到460 沖上去了 不管我們就以442來做觀察 如果聯發科的股價在442 每股盈餘今年2019年在14.8 那麼請問它的本益比會多少 29.8 29.8 那請問29.8到底是高還是低 相較於18年底高嗎 當然以這樣子看我們看不出來 對 所以該怎麼看呢 你要看它的歷史波動 各位請看這張圖 這張圖是過去聯發科從第一天掛牌上市 一直到2019年今年的1月 各位簡單看著它 你所看到股價 股價的一個行徑 然後呢 橫的叫本益比倍數 也就是說 我們去觀察死為盡之心體 其實跟乖離已經有點感覺像是 類似其實都一樣 都是一樣的 各位就靜靜的看這張圖 你慢慢看 總有一天你會恍然大悟 來各位看著它 聯發科的標準 我們本益比區間 最中間那一段 是在14.8到21.6 不是每股盈余 那是本益比 14.8到21.6 可是在今年的年初 抱歉 我那個時候估的還不準 我們當時估今年的每股盈余 在13.3 到現在已經12月了 那麼市場的平價在14.8 我大概落後了1塊半 那我們以當時我們的平價來看 如果以當時我們的算法在16.2 是不是我在接近本益比波動的低檔區 其實是可以的 對 因為那叫低檔 不過現在來到29 那也太高檔了 也不見得 那很高了 因為它標準在14.8到21.6 那你看過去嘛 它可以衝到30倍本益比 對對對 它是有能力的 那21.6以上 不代表說賣 我舉例 你賣在21.6它衝到30倍 你不是少賺了9倍本益比嗎 那這9倍本益比該怎麼辦 我們可以利用另外一個方式 我們剛剛提到的 你就進入交換價格 是 交換價格你最簡易的 你就把前幾個單元再回顧再看一次 你把MACD搭配平均線 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好 並且有效的一個方式 當然我們是一個很詳盡的財經節目 所以一定要去搞清楚說 每一個數據我們是怎麼來的 尤其就是談到EPS的一個問題 對 各位請看這張圖 這張圖更重要 你每一張都重要 真的每一張都很重要 來各位請靜靜的看 這個叫2454叫聯發科 對不對 其實最重要在最上面 我們有一個underline 有一個紅線 上面寫一個analysis 28對不對 什麼意思 這個是在12月16號 各位你們在收看節目 應該已經進入聖誕節了 對 這是在12月16號當天 那麼我去收集 全市場在一直到12月16 有針對聯發科出具評價的 這些所有的外資券商裡面 有出評價的 總共有28家 那28家不可能每一家的數字 看法都一樣 是 那麼我們用加權平均法 有的看14 有的看13塊半 有的看16 所以利用 不是算數平均 利用加權平均法 我們得出聯發科今年 2019 因為年報還沒公布 現在12月都還沒結束 所以我們要去預估EPS 我們去看 但是我怎麼去估 因為每一家看法都不同 對 所以我們站在最公平 最標準的角度 中間值 不是加權平均 把所有我們所能收集到的數字 他告訴我們 今年 我跟各位報告 今年 2019年 目前的看法 每股盈與聯發科落在 14塊 84 再來看明年 還要講一下明年 明年 目前的看法 跟各位做個說明 最低的大概落在19塊 是 最高的到21塊 那我到底是看19 還是看21 我的一個建議 你認為明年看好到不行 那你就用21 你覺得說我還是保守一點 那你就看19 記住 就是股價 這樣就可以直接導出 你就可以導出了 你就股價 盈餘叫本益比 是 你就可以得出來了 舉例我們看這張圖 好來 如果聯發科的股價在305塊 對不對 好 我預估明年 股價看的是未來 歷史為盡叫知心替 從過去的歷史我知道 14.8 叫低本益比 是 從過去的歷史我知道 21.6以上 已經算高了 叫進入交換價格 我們不要講高 這樣叫交換價格 我們叫進入 技術操作型 交換價格 好 所以我是不是已經得出從歷史 那接下來我要預估 那我這個預估 我不能用菜 我買菜 我買菜 我就隨便喊價 加權平均 不行 你就要用加權平均 把所有這些外資 投資機構 這些基金經理人 他要寫研究報告了 他要對他基金持有人做負責 好 所以他絕對不敢亂估 所以我們直接採他人的優勢 把他總結 是 做加權平均法 好 我比較樂觀來看 我真的比較樂觀去看 因為 所以說聯發科出的天基1000的晶片 7000 目前他的銷售價格 我們講平均銷貨價格 ASP 目前一片50塊美元 好 50塊美元到底是什麼概念 我跟各位報告 2019年 聯發科的4G晶片 一片的平均銷貨單價 落在10到12塊 所以他其實毛利率應該會提升不少 他已經達到50塊 那代表他的獲利能力會暴增 會激增 所以如果我樂觀一點 其實到21.6 我也不一定要站在賣方 對 不見得 我們只要知道他進入交換價格 是 那如果針對投資型的 你就踩煞車 是 可是針對積極的 特別是小朋友 就開始玩技術分析了 就技術分析了 之前我們所教的都用上了 對 他就用到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 這幾個單元是這樣做接續的 是是是 股價影響 各位會說 那我看不到那個圖 對 觀眾朋友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很多觀眾朋友一直跟我們詢問說 對 老師你這個技術分析的指標哪裡看 哪個看盤軟體 要什麼調數據 之類的 對 就像本益比也一樣 各位會說 你那個本益比的波動我看不到 這個應該換我問你了 對不對 如果你年紀比我大 我當然要告訴你 可是你如果是小朋友 來各位看這張圖 你要自己畫 我們那個年代 連個電腦都沒有 要用那個方格子 這樣一點一點去畫K棒 那本益比波動 你可以自己畫 來各位請看這張圖 這是我畫的 我也是自己畫的 那各位你可以這麼畫 來各位請看上方號 上方號是不是2019 2018 2017 對不對 下面 是不是有個數字 那叫美股益育 EPS 其實減少不少 那各位又要問我了 這個美股益育又從哪裡來 對不對 這要不應該我罵你了 不知道 我不應該罵你了 我也不敢罵你 公開資訊觀測站 對不對 我再提一下 你到公開資訊觀測站 或到台灣證券交易所的網站 你上面就可以查詢 每一家公司歷年來的美股益 你不是填上去了嗎 填上去之後 你不要又問我了 再講一遍 公司的過去的歷史的股價高低點 怎麼會沒有呢 不就股價益育就算出本益比嗎 是 所以你不要問我說這個圖怎麼來 我的圖是我自己畫的 那你可以自己畫 來各位請看 這張圖不是過去歷年來 第一個我有了美股益育 對不對 我也有了什麼過去的實質 真實的商品價格的股價 是 我有了益育有了股價 我不就得出本益比了嗎 其實很有 這張圖很有趣的一點就是說 其實股價高 從來都不代表著本益比高 對對對 各位請看 你看這張圖 聯發科你看最左側的本益比 20 跟這個18.2 理論上 20倍本益比的股價 應該比18.2來的高 對啊 那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每股益語的 因為每股益語比較低嘛 是 所以這裡是股價是益語嘛 對 所以當益語往下盪 往下盪 這個本益比 當然就出現變化了 所以記住 要去算 當你算出來 今年的年初 股價跌落到200 本益比不跌落到14.6 那14.6 不是在證券投資角度裡面 算低了 他已經告訴你 我是大買點 問題是你就不理他 我能怎麼辦呢 對不對 這也要怪我啊 怪好好 年初就跟你分享才對 其實都是我們的錯 對 都是我們的錯 我們應該在年初 我們就跟各位講到 是我們的錯 對 可是各位放心 我們今天的節目叫 一代全王 是 叫一大代的全王 我們教的是一個 技術上的一個分析 基本面上的一個分析 對 所以我幫各位準備了一大代 是 一檔一百萬 六檔就六百萬 你絕對賺得到 來各位請看 這叫五三四七的世界先進 各位靜靜的看了不要急 好 那個底下那一條 叫十四倍本利比 對 對不對 你就知道 以世界先進來看 對 你就慢慢去估了 你就自己要去算了 任何股票都可以這樣子看 好再看另外一個 好來 這叫鴻海對不對 鴻海有難嗎 一點都不難 各位請就看這張圖 不是回來的鴻海 鴻海的主要本益比 是不是九到十四倍 對 好我們剛剛提到 世界先進十四倍 已經是鴻海的高點了 是低點了 對 我們看到聯發科十四倍是低點 對 對鴻海就不一樣了 所以其實本益比是不能拿來 跟其他股票都比較的 它不是自視的 本益比不是固定的 而是你要針對個別公司 它有不同的本益比波動 好所以我們來看 這個叫聯勇嗎 那各位說 這個我都看不到 對 你可以自己用 觀眾朋友可以慢慢看 可以一檔一檔 這邊來研究都可以 你看完之後 你接下來你所鎖定的任何標的 比方說我們今天這個節目裡面 沒有提到的 對 對 好來停 這叫4958的增頂 對不對 那你就自己畫 你自己把它畫出來 怎麼畫 第一個你已經有了美股英語了 第二個 因為公開觀測站 教育所都有公告 第二個 過去的股價你已經有了 你怎麼會沒有本益比呢 你就算得出來了 再來這個是6269的台郡 對不對 再來還有一檔 這是2354的洪准 這檔我看出一些端倪了 那不用就參考 對 這個稍微有一點sense的 現在應該看得出來了 你就自己去算 好不好 那你就自己算 自己看 我相信在這個聖誕節過後 在這裡忠心祝福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不但聖誕快樂 在未來的新的一年 每一位都有非常好的一些投資跟操作收益 沒錯啦 即使是聖誕假期 基本上只要加入老師的Lineat 老師基本上也還是會回答各位的問題 老師Lineat小老師過得7178 有任何問題 任何詢問 有任何節目上的建議 基本上都可以來跟我們做一些聯絡 都沒有問題的 就算是聖誕假期 也是對不對 是是是 好 觀眾朋友節目到這邊 記得訂閱我們的按讚頻道 加分享 我們就下一集再相見了 各位聖誕節快樂 掰掰